手拉手去 手甩手回 不就是一起出去几天了吗 有什么难的呀 情侣第一次出去的 十大注意事件 不做行程的人 最好饿了别开口 累了别降嘴 一切随缘方能保太平 什么呀这是 你第一次和顾白出去旅游 你还记得吧 你有什么失败的经验 赶紧传说传说 好好让我BB来 有啊 让初礼避开你就好了 我 我来 这个裙子我已经穿了 这个丑帽子我一定要戴吗 我们又不是去度假 和男朋友一起去哪儿都是 去哪儿都是度假 你看你这帽子 再看看我这身衣服 仔细看一看 这样人家就一眼就能看出我来 是一对的 老师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太对劲呢 你放心吧 这次就交给我好了 你别降嘴就行 网上说了 和女朋友第一次出去旅行 仪式感很重要 帽子 戴好了 要不我还是回去换一点 你上去吧 拿里头 你到底什么品位 好像是有点大 你向来不喜欢情侣装 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 说吧 到底什么目的 还不是因为你 昨天晚上说 旅行是情侣最大的考验 弄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对不起喽 这帽子果然没买的 这小情侣感情真好 你没事同事吧 出差很辛苦吧